我覺得很多人玩攝影啊 都會有一個迷思就是 器材能攻頂就攻頂 畫質越高越好 寬容度越大越好 馬率越高越好 那這件事情也沒有什麼問題啦 但有一個東西我覺得是例外啦 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就是幀率 但我指的是輸出的幀率 不是拍攝的幀率啦 因為前幾天有了給我看了他的作品 結果是一個120p的檔案 那我相信輸出120p應該不是他的本意啦 又或許他看了 李安的電影之後 決定用120格 來呈現也說不定 那我覺得問題的關鍵在於 他不是李安 那種比較特殊大師的作品 我們這種小咖沒有這個評論 那我們還是用比較通力 一般人的角度來討論 那用120p輸出啊 坊間其實這麼奇葩的人也不常遇到啦 但使用60p輸出的人 一點都不少 所以我想討論的是 片子用60幀輸出 呈現 到底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先講結論的話 我會建議 尤其是新手 就算你是拍60幀 也請先用30幀的格式輸出 那我平常拍片輸出都是30幀 但今天為了講解一下60幀的問題啊 所以就用60幀來拍攝 和輸出 你如果是從我別支片跳過來 可能會突然覺得畫面變得很流暢 但這不一定是優點 那如果你所在的國家地區是走PEL系統的話 請自動將我說的30換成25 60換成50 我們先來講一下60幀在播放時的優點 畫格數量多嘛 在呈現的時候啊 他可以更貼近我們人眼所感受到的世界 那缺點就是除了比較 吃空間 那這個檔案比較肥之外呢還有什麼缺點 應該這樣說啦 如果你今天運鏡非常的穩定 非常的完美 就好比現在我把相機加在腳架上 就不會有問題 但我們看過很多60幀的影片 在拍攝的時候條件其實 並不好 可能是手持 畫面一點點的晃動啊 在60幀下 就會顯得非常劇烈 那很多人的YouTube影片可能就是沿路手持 掃來掃去 然後又是60幀 這種影片通常我都會覺得 看得很辛苦 那運鏡之外啊 自動對焦也有可能會造成問題 那之前幫別人檢查一支60幀的片 結果自動對焦時啊 所產生的一點點抽動 都變得非常明顯 我可能就會出戲 那我叫他最後用30幀輸出 然後確保把那一個 抽掉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不能說被解決啦 應該說是被 淡化了 那這個道理很簡單就是降低採樣的精細度嘛 就不會有品質落差的問題 跟把畫質降低你就看不出濕焦是 差不多 類似的意思 那我們人眼或者說大腦的幀率啊 感受極限通常不會超過100 也就是說一秒如果超過了100幀以上的畫面啊 我們就很難再去察覺差異了 那相反的啊 幀率低的時候像是你看30幀的影片 人的大腦會自動補足這個幀與幀之間的這個動態 你的幀率如果越高啊 自然大腦就 不需要去補幀嘛 不需要去生成殘影 而是會完全依賴 高幀率的畫面 那這個時候你只要有一個幀 可能失焦或者是 挫一下 大腦都是可以很明顯去察覺的 那就會造成不舒服 所以我都會說啊 畫面沒有拍好的時候你又用高幀率很容易會自曝其短 那一般標準的做法會怎樣呢 大多數的狀態啊 你可以用60幀或是120幀 來進行拍攝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那因為可以維持後置的時候放慢畫面時的這個 平順度嘛 比如 60幀拍但是我用30幀減 但沒有特別原因啊 客戶也沒有特別要求的話 請盡量還是以30幀來進行剪輯和輸出 你就算用24這種電影幀率來輸出可能啊 我說可能 都會比你用60幀輸出的結果還要保險 至少我沒有遇過業主看了片子說 我覺得這個片子的幀率 不夠高 不夠平順 請給我60p的版本 目前沒有遇到過 那另一個菜鳥常會發生的問題就是 可能出了很多台機器去拍攝 結果 有的用30有的用60 那這個時候啊 進到後置就最好 統一用30 否則當你剪輯完用60幀輸出的時候 當畫面在做切換的時候啊 幀率就會忽高忽低嘛 畫面就會一下流暢一下卡頓 那這個時候業主可能就會覺得 哪裡不對勁了 那如果你已經確定 要用60幀拍攝 但是後置要用30幀去輸出 那快門就不必遵循所謂的 180度開腳法則啊 可以直接設定成60分之一秒就好 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幀率跟快門的關係啊 可以去看 我們這一集的內容 反之如果你知道今天要輸出的是 60幀的成品 那在前期拍攝 就要很小心 相機能上腳架就上腳架 同時也要確保地面穩定 不會因為有人經過 這個檯面可能就發生震動 同時呢 對焦的靈敏度也不要拉太高 主題如果沒有動 我們就 把這個 膠切換成手動對焦 那如果必須要手持啊 最好能夠上肩 多一個支點來穩定 或是乾脆上穩定器 那只要掌握得好啊 60幀的呈現還是很有優勢啦 雖然在 電影感方面 那種 動態模糊我覺得 還是不會比24跟30幀好啊 但60幀的臨場感會更強 沒有錯 所以一些運動賽事啊 實境節目還是會採用60幀 那種自身其境的 衝擊感覺還是會比較強烈 尤其是像足球啊那個進球的瞬間 如果你是30或24格的話 你可能會完全 miss 掉那個經驗 那說到底還是見仁見智啊 結論就是30幀輸出是可以無腦用的 可是一旦你想要拉高到60幀來輸出的話 那就得非常清楚自己是為什麼拉高幀率 那是為了給 觀眾更強烈的臨場感 或者說流暢感 還是只是純粹覺得 幀率越高越好 那如果 是後者的話 你可能還是要 稍微斟酌考慮一下比較好 以輸出來說啊降低幀率其實並不會扣分啦 使用高幀率啊扣分機率 可能還比較高喔 希望今天這些內容幫助得到大家 我是傑克森 專位創作者找到方法 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拜拜